今天是美东七日文化之旅的第四天 去普林斯顿大学 早早从纽约出发 路上遇到早餐车吃了早餐 九点钟到了普林斯顿 首先是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在这里看到的景象很出乎意料 一栋古老的小楼 对面一片绿地树林 爱因斯坦在这里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地方 还有华裔学者杨振宁 李正道等都在这栋楼里做过研究 这是学者做最纯粹研究的机构 也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学术研究圣地 接下来去普林斯顿大学校园 今天来的可正是好季节 满校园盛开着美丽的玉兰花 此情此景 证明了普林斯顿大学被誉为最美校园 真实名副其实 大学的校训为 他应上帝的力量而繁荣 华盛顿对普林斯顿大学的评价是 没有一所学校能比他产生更好的学者 给人以更值得尊重的教养 这所像神话一样的大学 令人敬畏 大学的许多传说与规章制度 充满传奇色彩 比如大学正门学生不敢走 考试无学老师兼考 都是与众不同的大学故事 普林斯顿大学是学者的摇篮 有6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他也是美国政治家的摇篮 美国第四任总统麦迪逊 与第35任总统肯尼迪 也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 还有40多位美国州长等社会各界的杰出校友 我个人的经验是到一所大学 先找到校园商店 商店里都会有校园导游图 所以先到校园商店 拿了一张校园地图 地图标注得非常详细 有了校园图 就无后顾之忧了 然后再顺便逛一下商店 买点自己喜欢纪念品 商店里的主色调是很亮的橙色 因为普林斯顿大学的吉祥物是老虎 所以各种纪念品都带有老虎的橙色 原本凶猛的老虎在这里变得特别可爱 接下来才是真正开始了校园之旅 先去欣赏一下 建于1756年 普林斯顿大学最古老又最有故事的拿骚楼 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 普林斯顿大学成了英美两军的战场 许多建筑都被战火损毁 饱受蹂躏的拿骚楼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 1783年 普林斯顿收尉国家首都 拿骚楼成了美国国会大厦 尽管时间只有四个月 拿骚楼却永远是曾经的美国国会大厦 后来拿骚楼又经历了两次大火 是重建让拿骚楼重生 关于学生不敢走的校园正门费兹兰道夫门 是有故事缘由的 大门1905年建成 在建成后的60多年中 他大部分时间都关闭着 只有遇到重要事情以及 毕业生离开大学时才被打开 1970年的毕业班 集体请求校委员会打开大门 以象征普林斯顿大学拒绝封闭自己 对世界永远开放 校委员会采纳了学生的请求 但不久又一个传统在普林斯顿行程 新生都列队走入大门 融入校园 毕业生也都列队走出大门 走向社会 后来又有传说 说除了入学走大门 四年中间任何走过这扇门的学生 都会避不了夜 尽管人人都知道 这只是一种迷信 但绝大多数学生 还是宁可信其有 在四年的学习期间 从不走这个大门 为了验证这个传说 我在大门外的书店 观察了一个多小时 因为停车超时 还被警察贴了罚单 观察结果还真极少有学生 在这里进出 连这个区域都很冷清 而校园的另一条通往学校的道路 却是很热闹 与冷冷清清的正门形成鲜明对比 可见学生们 还是对这个传说很在意的 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科设计 与众不同 这里是绝对的象牙塔 重视理论研究 不问理论成果的现实意义 所以它只有三所应用学院 而当今最被推崇的 也是大学集纳经费 最大来源的商学院 大学院医学院 普林斯顿大学都无意设立 所以普林斯顿的理论研究学风最浓 考试无人兼考 在一百多年前没有电子监控的年代 是很罕见的 而在普林斯顿大学考试 真是无人兼考的 这是从1893年就开始实行的 诚信制度教育 本科学生都要签署荣誉规章的 学术诚信保证 学生们在考试时 都被要求写下我以我的人格保证 我没有在这次考试中 违反荣誉规章的誓言 并且每个学生都要保证 在看到别的学生舞弊时 有义务向维护学校荣誉的委员会报告 因此 普林斯顿大学的考试 便无人兼考了 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值得推荐 这座一882年创建的大学艺术博物馆 收藏着9万多件从远古到当代的藏品 免费向所有来访者开放 艺术馆收藏着宋代 四大家之一 黄庭坚的作品 还有元代四大家之一 泥赞的作品 到普林斯顿大学 去艺术馆里感受一下安静又美好的艺术氛围 是非常好的旅程体验 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特色的地标性建筑 这是校园地标建筑之一的克利夫兰塔 这是校园大教堂 一个无宗教派别的礼拜场所 这是凡市通图书馆 这是Robertson大会堂 这是比较文学系大楼 这是本科招收办公室 还有这座布莱尔拱门 也是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它以出色的音响设计而闻名 经常会见到无伴奏 和唱团在这里演唱 这栋古老精美的建筑 叫亚历山大厅 这是一个有1500个座位的礼堂 礼堂是音乐部的主要表演场所 它也是年度大学音乐会系列的演出场地 普林斯顿大学的住宿 有非常美丽安静的环境及安全便利的管理模式 目前普林斯顿大学有5处住宿学院 这里是本科住宿学院 古色古香的建筑风格 古老的玉兰树围绕 宿舍周围 玉兰花开的季节 宿舍被花海拥抱着 美丽与芬芳营造出浪漫的氛围 每个住宿学院都包括一系列设施 宿舍 食堂 自习室 图书馆 舞台 以及管理人员与相关老师 这里是其中一处研究生宿舍 开阔明亮的户外绿地 温暖的阳光 给学生们创造了安逸的学习生活环境 能想象得到 夏季的绿印一定会凉爽又美丽 校园里有很多雕塑作品 有人物 动物 抽象作品等 助力在水中的是自由之泉 这是中国十二生肖头像 这是毕加索的巨大雕塑作品 这是亨利摩尔的雕塑作品 经历了几百年的时代变迁 校园里不同时期的建筑 见证了不同时期的文化景观 一所老校园 就像一座历史建筑文化博物馆 普林斯顿校园之旅 在轻松愉快的脚步中就要结束了 不仅见识了世界名校与众不同的独特魅力 还欣赏了普林斯顿这个富饶美丽的小城风光 与优雅之性的小镇人的风采 感觉风景无处不在 晚上住在一顿小镇 明天返回纽约 开始返程中的继续文化之旅